好,今天呢,我就给我直播间的这个兄弟啊,8480兄弟啊,讲一讲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子孔子的边界问题 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我直播间呢,有一个,有几个兄弟,几个兄弟可能是一个人,就是我的那个天生黑粉 我到哪里去,他跟着我,那么这个,这个兄弟呢,就是有点心软,是吧?你为什么说别人不好啊? 你看,这个真是爷孙,那个台子旅感激那个笑话,是吧?我以前对这些个兄弟都是不闻不问的,是吧? 然后有的,也是我的铁粉,特别爱给我刷礼物,一气就再也不见我了,说你不可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这个 你这个叫人吗?你说人在那里,在那里弄你,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 然后吧,我就根据上次的那个反应,这个黑粉来了,我又有反应了 然后我们这个兄弟呢,就好像有点不太接受 我很能理解为什么他不接受,就是心地善良的朋友啊 他就怕就把别人预设成恶人,他要把别人预设成恶人啊 他心里过不到这道坎儿啊,那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今天 其实就是老子和孔子的这个啊,这个旷世纪的这个争论啊 呃,到底是这个怎么报恶啊 这个老子呢,是叫做以德报怨啊 孔子呢,叫做呢,以直报怨啊 好像是说啊,我是个初二没有毕业的那个农民工啊 我这个都是这个道听突说,我也都不知道从哪里停来的 反正就是很混乱的一些信号吧 呃,好像就是这个以直报怨的,就是说啊,就是正义的意思 直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而老子呢,就是说,他那个好像有点那个上帝的那个意思 是吧,谁打你呢,这个左脸,你把右脸再给他弄了 再去给他打,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我前一段时间呢,去了这个啊,就是洪秀泉的那个故居,非常有意思的啊 其实有意思,去看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啊 啊,这个别谈洪秀泉了 啊,洪秀泉的故居旁边呢,有一个非常规模宏大的一个道观 太大了,太宏大了 那个洪秀泉的那个故居就特别寒酸 洪秀泉那个房子恐怕就是用泥 而且这个还可能抬高了规格了 用泥堆了一个框架的一个东西 完了,房间里就一个床 哪有门,哪有床啊 也说不上门,也说不上床 就是那样,洪秀泉故居 但是那个道观非常厉害 道观在墙上写的 没有出处的啊 是孔子呢,见过三次老子 年轻的时候 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 见过三次 讨论过三次问题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讨论三次问题呢 这个孔子的给老子的这个评价呢 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其实就是不明白老子在说什么 又有人说呢 说这个搞哲学的人呢 比如说这个德国 德国人这个哲学非常厉害 他们喜欢研究老子 不太喜欢研究孔子 孔子呢 他是谈的东西呢 似乎他们认为谈的就太务实 太伦理 太现实 老子呢 谈的那东西呢 才是哲学 才是务虚的 才有这个所谓的宗教倾向 所谓的才是超验的 你孔子讲的是鲜验的 是吧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父辈们给的 或者换一种说法呢 孔子谈的东西呢 谈的是个交易 是吧 你对我怎么样 我对你怎么样 老子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好像就是一些宗教概念的东西 所以说认为老子 这个有深度 这个当然也不一样啊 孔子也谈自然 老子呢 也谈自然 两个的自然呢 看起来这个孔子的这个自然呢 这个太务实 但人你还是从务实来出发嘛 是吧 那你这个 老子这个你太务虚 你如果缺乏务实 这个这个务虚可能也不够力量 我个人感觉呀 可能还是老子高一点 是吧 因为这个老子既有务虚也有务实 孔子可能务虚 就没有怎么太谈 8480兄弟 这个太长了吧 就是太啰嗦了 是不是 就是我说 淫水这个家伙是个坏蛋 你难受 是吧 他这是个什么问题 一个呢 就是他们搞早教的人呢 你良心上你觉得过不去吗 搞早教的人呢 就讲啊 所谓的这个爱的教育 说你这个把别人都当成了这个善良的好人 你的孩子问你了 我要走向社会 那社会上的人 我把他们看成坏人呢 看成好人呢 啊 这个有一种爱的开会儿 说你把人都看成好人 啊 说这样子这个孩子啊 这个交友广泛 啊 然后这个 有爱心吗 朋友多 啊 这个谁谁都这个 合得来 缺点是什么呢 缺点就是总吃亏 啊 呃 说这个 受到这个重大打击的时候就受不了 啊 呃 说这个就 啊 就崩溃了啊 就把自己就这个啊 跟自己过不去了啊 甚至就想不开了 就所谓的以爱来看这个人生 的人 还有一种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以恨来看 啊 人生的人 说你 你孩子将来你走向社会 说这个外的可他妈没一个好人的 全都是坏蛋的 啊 说这样的这个朋友呢 呃 自己干掉了 他可能喜欢把别人干掉 是吧 呃 因为 等一会儿你把那个名字给我 我我去看看 可以可以再讲讲 呃 所以说这个 这两者都有局限 是吧 所谓的爱的教育呢 说这孩子摔倒了 啊 赶快这个 呃 把地打一顿啊 创墙了 赶快把墙打一顿啊 说这个不是你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 啊 所谓的爱的教育 挫折教育呢 就是啊 摔倒了 谁管你啊 是吧 理的不理你 是吧 呃 磕破头了 就不管你 是吧 你得有 旺盛的生命力 呃 有一个人叫李敖 李敖这个人 有一番这个 呃 言论 李敖的这番言论呢 就是说 呃 我把别人 都看上坏人 啊 如果他 恰巧没这么坏 我占他便宜 是吧 呃 说他 恰巧就是 跟我想象的 设计的 呃 都有这么坏 啊 我已经有很多应对方案给他了 啊 因此呢 我也不会吃亏 这是李敖的这套 这个思想 呃 东西 呃 其实我觉得李敖的这套东西 不是 特别的这个 我不太喜欢李敖 是吧 呃 我觉得李敖 没有什么这个 啊 比较大的东西的 啊 就是他很像那个 一个叫 曾世奇 哎 不是 叫 叫 张 张世强啊 台湾 他很像这两个人 就是 混混都是 混子 就打麻将里面 那个混子而已 了的这个话呢 放到这个 呃 世俗的这个 社会里呢 还是这个 呃 放到菜市场 还是可以的 老子的话呢 是应该放到教堂里面去的 啊 8480大哥 我跟你说的这个东西啊 我在 我 我觉得 我 我觉得可能要听法诺了 是吧 我跟你再讲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 老师人 啊 就是他把别人都是预设为善良的 呃 所谓的这个老房子着火呀 我们看那个电影 你看过那个天注定吗 最终 就是对人 啊 灭绝的时候 这个 老师人挺裂黑的大哥 你知道吧 就 就有的时候老师人 他的这个 安全系数比 坏蛋系数低 老师人的这个安全系数 为什么比坏蛋系数低呢 坏蛋 坏蛋 他是有交易 头脑的 是吧 当然也有别的 也没有交易头脑的 坏蛋也有啊 我们就说其中有一个交易头脑的 哎 我把你这里头搞一个口子 哎 我知道 可能我要拘录多少天 我要赔你多少钱 他 他就知道 是吧 你看那些个 所谓的那些个 呃 就是暴力犯有的时候 就是都是十七八岁的 啊 真正的特别大的暴力 他不 因为他都计算过这些个东西 是吧 我一出手 我是什么结果 那十七八岁的那些个男孩 他就不知道吗 是吧 比较傻吗 你像天注定里面 这些个老师人 他们最后疯狂 啊 最后崩溃 啊 就是 觉得这个一辈子的信念 啊 已经摧毁掉了 啊 所以说 杀人是正义 我要说什么呢 八四八零兄弟 就是当 我们 我们怎么看这个 所谓的人性善 还是人性恶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这个整个的基督教 整个的基督教 他都是把人性看成恶的 啊 只不过呢 他只是看自己 啊 是对自己而然 啊 他不是说看别人 啊 那你基督教 那基督教成就挺大的 是吧 我们不能说这个基督教 一无是处 其实我们现代文明很多的都跟基督教有关系 是吧 那还有的人呢 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 如啊 就是本人看成善的啊 有人说不是 是吧 说人之人之初 性本善 说孔子从来没有 没有一个一次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就不知道了 啊 呃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人性狂妄 就喜欢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东西 啊 再狂妄一点呢 就是 呃 我是善的 别人是恶的 像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呃 像这个希特勒呀 像这个军国主义 他都体现了这个东西 啊 这个 十三分钟了 我就结束我的这些个 呃 啰里巴说的这些个 啊 叙述了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呃 看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 我对别人的这个善恶 我是有 有区分的 我是越强的人 我可能越要真 我认为他人性本恶 他是恶的 是吧 我可能有一些个想法 对他 因为对弱的人 就不用这样设计 这套东西 啊 你 他他伤害不了你们 他弱吗 啊 这个是 可能是这样 就是 老子有老子的边界 啊 孔子有孔子的边界 啊 孔子讲的这个呢 就是还有交易性的 啊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也不好 啊 这个可能是在 啊 菜市场逻辑啊 或者 或者 华尔街逻辑啊 老子这个是一种 信仰是一种哲学的东西 是吧 他 他应该是在 啊 在世俗之上 无虚的那个 啊 地方 啊 比如说就是 啊 人性本恶 我只是说我自己 那么我就再说回来 这个上水兄弟 是吧 啊 他们可能 啊 在虎牙那里 我搞了十年直播了 一直跟着我啊 职业就是骂我 哎呀 你说多难听的节都可以 已经完了 他 他最后 他可能觉得 骂最难听的节对我来讲 没有太大意义了 是吧 然后就骂着骂着忘了 然后就 就这个 聊天了 我还得提醒他 我说你找我 不就是来骂我的吗 啊 然后就开始骂 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也不太了解 我甚至我连自己都不了解 我怎么能了解他呀 啊 呃 可能我某些个东西 摧毁他信仰 啊 呃 脑力啊 脑力挑战 结束以后 我在挑战你的耐心啊 忍耐程度 啊 可能这个都有 好 我这个也在做的视频 呃 840兄弟 这次呢 我就结束了 就说这么一点啊 其实已经超时了 都过15分钟了 就是这个 老子的东西 也是个好东西 呃 但是你放的 呃 背景不好 那 就是有问题 是吧 呃 要 不停 不同的背景 融入不同的人 是吧 呃 孔子的东西 也是个好东西 啊 我们也要分得清背景 啊 当然这两个人 都没有谈人性本恶 这个东西 啊 这个基督教是谈的 比较多 这些个东西 所以说 我在说上水 啊 这个不好的时候 你那个内心 你忍耐一点 呃 我的不好是这样子 就是呃 他 他如果上水是个恶人 我觉得他有权利恶 不成功啊 不成功啊 不成功就抛砖头嘛 啊 我这个像大杂烩 这一句 那一句 你就是你 你仔细分析 也许哪个是成为一个砖头呢 你把这个砖头再抛回来 我们就可以引出欲来了嘛 是吧 我就是对上水兄弟 他有权利做坏人 没有问题的 是吧 我也不会支持他 是吧 但是我针对他 我会有我自己的 啊 一套的这个防御系统 啊 同时他 谈论这些个东西 不是那个 情感世界里的事 不是信仰世界里的事 它是一种交易世界里的事 不做了 这个太累人了 就是 这些个东西得问答 兄弟 他不是在这里叙述的 是吧 你想这个老子说的 这个以德报院 孔子说的 以直报院 都争论了几千年的 总多的大思想家 争论这个问题 我还在这里 很稀痛的 不可能的 就是你谁 感兴趣哪一点 从那一点要走进去 走进去就回不了头啊 你知道大哥 走进去就无穷的远 就走下去了 就见这么多了 结束语呢 就是我在弄上水的时候呢 你别伤心是吧 他有权坏 我也有权那个 那个保护我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不坏就更好了 你看那个家头啊 你像这个老胡他们啊 有可能就是 他不是只是保护他的利益 他说瞎话 不是只是那个意思 有可能他就是为了保护他 存在的根本 他生命的依靠 那为什么他有这个 所谓的 有反对他的 他就也反对那一面呢 就是摇动他生命的根本了 上水兄弟就有点这种意思 有一点点 在比 他跟我在比头脑 在比耐心 我们俩现在在耗在一起 已经超约了 像那对骂 像孤芬猫烟 骂吉 骂三话 我们已经不是那种水平的了 是吗 我们已经是一种耐力赛了 就是我们都要了